沿著這個田梗,從河邊 從馬路過去的河邊 然後引水之後,沿著這個田梗過來 所以這個田梗可以把水分給這邊的稻田 也可以分給這邊的稻田 然後它多的水會經由這一個 送進這一個大水池 這個大魚池 它這也是魚池系統的其中一個部分 可以像這樣的大水池 它就可以蓄積非常多的魚池 然後上面的那個大水池 蓄積山上的魚池之後 也可以把它漏下來,下面的水使用 然後多餘的水 它有一個洞可以排到這一個水池 好,所以其實它原本這樣的 那個水池 水道其實氣得還蠻漂亮的 我等一下要帶你們去看這個 剩下的遺跡,還有一段站 那它就會沿著這樣子 移到這一個,然後剩下的水 就順著這一個,這一條路 這一條路原本是這裡的水路 然後就從竹林那邊,往後出去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水菌 你就可以照到 照顧到周邊的水的使用 但是因為河床出菌的關係 所以其實像比較上半部 這樣的皮菌系統 就沒有在使用了 但是其實從加伯國小下面下去 這樣的皮菌系統基本上還有在使用 因為那裡還可以把河床的水引過來 那下面的稻田的 耕座的次數 頻率也比這上面的高 因為像在這上面的田地 水的取得 然後再加上 就是他們的 因為越靠近山區你的田地就會面積越來越小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在機械耕座上面的話 效率就會更低 所以上面的話修耕的會比較多 我們帶你們去看一下那個機械耕座的 其實它是沿著這邊去 但是因為這個田地上面都覆蓋了植被 我讓你們去看一下 到那個它要排到 重新排回那個河裡的那一段 它好漂亮的 齊面的地方 要最後一次 就像我要的在櫃山上 然後會有很多的地方 那天很厲害 也不錯 喔 但是我們要做一個 既然可以做什麼 Ukraine 現在我們會做什麼 我的天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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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